十年前 也就是2008年 九名暴广分子 在杀害无辜群众后 藏匿到了一片玉米地里 我们终对接到任务后 展开拉网式诉索 玉米地 密密麻麻 走在里面 根本无法知晓前方情况 战友刘志军 在搜索时 突然被窜出的暴恐分子 用长矛刺进了推理 如果是普通人 他可能被一下捅掉的时候 他肯定会非常疼痛 而且呢 他可能会往外跑 刘志军 当时就被刺掉了六颗牙齿 危急时刻 他展现出了一名 武警特战队员的沉着和勇敢 这个长矛捅到嘴里面 他顺势一个厚道 拉枪击上他瞄准计划 当时就击毙了两名恐怖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